你见过会越狱的年菌吗? 它没有脑子,却有惊人的智力 会走迷宫,会学习,还会规划路线 更让人震惊的是,它居然有720种性别 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多头绒炮菌 2019年,阿里动物园展示了一种淡黄色的神秘生物 它就是多头绒炮菌 这种生物虽然从外形上看像一种真菌 但它其实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年菌 它虽然没有脚,没有翅膀,但也能移动 就算没有嘴巴,也能侦察狩猎并消化猎物 如果将它切成两半,两分钟内就能自我修复 最可怕的是,身为单细胞生物 没有脑子的它竟然具有惊人的智力和非凡的学习能力 那这种生物到底有多聪明呢?难道还能超过人类? 多头绒炮菌是原生质体年菌的代表 它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营养期和繁殖期 而它的智力正是在营养期中表现出来的 进入营养期后,它会生出像触手一样的结构 然后向外延伸 依照食物、水和氧气的需求来改变它延伸的面积 它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15厘米 在找到食物后 细胞的一部分会以小炮的形式留在该处吸收养分 其余部分就会继续向未知领域探索 多头绒炮菌找到食物后 会在各个食物点之间架起运输营养的管道 把吸收到的营养平均地分布到细胞各个角落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为了证明它有学习能力 甚至会思考和记忆 于是就运用它的觅食方式设计了各种实验 科学家发现 多头绒炮菌非常看重均衡饮食 它需要足够多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才能健康生长 而且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必须是2比1 科学家将两份食物放在它的眼前 一份是完美比例的 另一份是不同比例的 果然它准确地挑出了完美比例的食物 这还不算什么 它身上更神奇的是 它居然会算数 在多头绒炮菌面前 同时摆上好几份不完美比例的食物 它居然能选出两种能混合成完美比例的食物 并且在这两者之间形成管道 连接在一起 然后同时食用 这种神奇的计算能力 在一半的单细胞生物中 是绝对见不到的 紧接着科学家们准备了第二个实验 也就是最著名的迷宫实验 研究团队在迷宫的各处 放了多头绒炮菌最爱的食物燕麦 正如预期的一样 它在迷宫里面快速地扩张自己的细胞 在短时间内就把所有的食物都找出来了 并形成连接的管道 在第二次实验中 团队只在迷宫里放了两颗燕麦 它一开始也是会在迷宫里四处探索 不过等它确定只有两处食物后 就会立刻把其他探索区域的细胞管道撤走 并在这两个食物点上形成最短的管道路径 不仅如此 团队还发现 它在迷宫探索时 会在所到之处留下粘液 而这些粘液似乎成为了它的记忆 这样它就不会再重新踏上已经探索过的地区 极大的缩小探索迷宫的时间 多头绒炮菌不仅自己有记忆力 它还能把记忆传递给其他的同类 于是科学家们猜测 它不仅有记忆能力 还有沟通交流的能力 迷宫实验的十年后 日本中原俊志教授 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多头绒炮菌 更惊人的实验 他做了一个和日本东京版面一模一样的塑料模板 并在各个交通枢纽上放了食物 他想看看多头绒炮菌 是否有能力创造出相同的路线 众所周知 日本东京的铁路相当出名 他不仅把各大枢纽连接起来 而且路径也是仔细计算后得到的最短 最快捷的路线 实验的结果让这个教授大吃一惊 多头绒炮菌在探索到所有食物后 删除了所有不必要的管道后 所得出来的图案 竟然和真实的东京铁路网差不多 更让他惊喜的是 这两个存在差异的路径里 它的路径竟然更有效率 一个人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绘制一张公路网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这种无脑的单细胞生物 居然得出了比人类工程师更精确的答案 这个发现让所有的科学家都为之疯狂 多头绒炮菌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魔点 这是来源于多年前的一部科幻恐怖电影 电影里的魔点是一种长得像一团果冻的外星生物 它不但有学习能力还会吃人 吃人之后还会变大 非常可怕 而现实中的多头绒炮菌 不仅具备学习记忆能力 它还有一样是这些外星生物 比不了的 那就是它有720种性别 决定它性别的方式并不是染色体 而是染色体上的三种基因 分别为A型、B型、C型基因 而这三种基因又分别可以多种变化 A型有16种 B型有15种 C型有三种 这些不同版本的基因排列组合后 就会成为720种性别 当两个多头绒炮菌的孢子相遇后 只有这三种基因都不相同时 才能进行融合 繁衍出下一代 这就是世界上最多性别生物的秘密 不过 至于这种单细胞生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性别 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 不过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努力中 毕竟这生物的出现 是生物界中相当惊奇的一大发现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这种神奇的单细胞原始生物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